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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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大家好 欢迎来到11月17日的Financial Market 看美国消息 昨天美国国会众议院终于用227对205票 批准了共和港税改方案 将会递交给参议院表决 对特朗普的税改买进一步 始终要过参议院才行 昨天过了税改方案 大家有否看见电视画面 整班共和党人觉得自己胜利了 在整个所谓遗改或税改问题 大家会看到共和党和白宫的角力问题 大家都知道税改或移改 这些都是共和党和白宫一致的意见 问题是为何搞这么久都搞不到 因为有某些细节 大家觉得好像不符合自己的原则 或不是符合所有共和党每一个省份的利益 之前大家看到有些零星地方选举 导致共和党有几个人不太听话 明明是占大多数 但结果都发挥不了威力 大家记得参议院那边之前 亦因为这个问题又是一两个人倒作波 但这次似乎在众议院这边 虽然大多数通过了 但大家要想想会参议院会否有问题 因为美国一向都是三权分立 总之众议院和参议院自己搞定 谈到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方案 两边都通过了才被总统签 早几天又说谈谈 其实就是这些问题 现在众议院过了 参议院那边会否突然有几个反面 因为大家又会知道 当特朗普过了亚洲访问外 法国差不多是美国本土的人在罵他 没有错 之前媒人不要给他面子 不止 亦看到亦在亚洲恒时 在美国有几个地方的补选 前八宫的美国领长议席 结果共和党死了 所以才会导致零声的参议员 可能因为选票关系 有点担心 究竟能否重担他 因为当选了 过了一年 未来会认为他选 不是他选 所以他们会抱自己 还有强调 共和党一直由众议院和参议院 一直都算大多数 但仍然有关键 不能过去 为何会否转到参议院那边有问题 因为今次过去亚洲访问 看到几个参议员也有说 似乎你真的没有做到什么 当特朗普早两天才回到美国 即时已经说要发表他在整个亚洲里 他觉得的收获 但似乎 这件事我又想告诉大家 似乎特朗普都有些反口复舌 他的感觉和大家的感觉很不同 例如他认为是没有再多人 他的所谓贸易大单 他认为是有好成绩 但他说他已经跟大陆有说过 我叫了你们不要再拿我们好成绩 但这些说话是没有见到他在大陆有说过 所以大家就要想究竟是否真的 所有事情都现在会有 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这两天大家应该知道 特朗普应该要去听证 所以最近回到美国内政是否真的唱顺 所以大家就暂时可以 但也要这么说 是否因为这个消息令到昨天美国股市又上升 不知美股消息 但美股真是 最近做越好 比特币消息 星期四全球最大期货交易所 CME宣布下星期一开始测试比特币期货交易 预计在年底前会正式推出这方面交易 比特币受消息刺激 逼近8000美元 越升越右 大家不要介意 不要说是否内行人 大家要质疑的问题 比特币已经不是期货 很多人都说不是是现货 但大家要知道 网上系统不需要特别开什么期货 不需要有远期支付问题 本身是一个虚拟 但又要这么说 为何他开期货 对他有很简单的道理 开期货便可以收孖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即是要开杠杆炒 很简单 你去跟别人下订 你这些东西都未收到 我当然是给你一些订金 所以如果有交易所作为期货的产品 推出比特币 可能是衍生了比特币的杠杆效应 更加波幅 大家要小心 不过我相信他应该收按针也不会少 很难收2%或5% 最收不到 过一晚也不需要过一晚 早一个星期他移动了20% 由8000升至7400 下跌7000 下跌6000 下跌5900 再收到7000 其实来来回跌20% 不过也要说回 似乎现在比特币 这个消息真的有机会 所谓比特币的利好消息 我想问大家 由早几个月看到大部分重要国家 俄罗斯、大陆、墨西哥、美国都说了不接受比特币 甚至是认为大陆 但不知为何 大家记得 当时大陆仍然是5000 但10月黄金周才到10月中 才说要他停下跌 现在11月中 又一个月 大家想想他已经由5000到7000 现在8000 已经有机会下跌了 没错 我想说 练尾 不知道去到甚麽 但一定要问一个问题 为何他升 利好因素是甚麽 我真的找不到 你不可以说他避险 他本身是风险 他怎会避险 早两天看到全球股市倒下跌 但比特币也倒下跌 但很快会上升 尊巴布韦说政变 他又上升 但没有人敢写避险因素 因为你不觉得他是避险 但结果到了8000 现在还有个人陈慎说 我们考虑测试做期货 我想说他未开始正式可以做交易 可能上到1万 但我又是那句问题 为何他升 原因是甚麽 现在他这样升 比特币不知用来买甚麽 三个iPhone10都买到 三个不是一个 不知道用来买甚麽 所以大家真的要考虑清楚 究竟是否这样可以回归正轨 及值得大家未来长线投资 这方面自己想想 另外看到过股业绩 Wallmark 沃尔玛 刚刚公布第三季度全美同店销售 连续第17季度增长 增速是8年来最快 当季电商业务大增54% 业绩上条明年的盈利预期 股价昨天升10.11% 4-5天即是11% 一天升上11% 但又是那一个问题 为何又升 沃尔玛 不是说他不算科技股 他是做零售 其实是传统零售股 但近年开了电商 上年年尾鱼尔玛已说要摘多少间铺 美斯执行后已说要在全美有好几个省份 计一些鱼尔玛是有些分行要执行 但现在创新高 还说我生意好了 很难理解 这不是真量 只是变量 不像多了一件东西去买 即使他做电商 也是抢别人的市场 不是多了某些东西 所以大家要想一想 究竟现在美股市是否真的升得合情合理 当然也要同样 以我们这些喜欢看图的人 我已经投降 因为真的无法在图内认为为何美股还要上去 但现在可能只有基本面 希望大家坐在江山姐 如果这样下去 我相信后市的调整压力是越来越大 另外看油市 挪威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源基金 将油气板块从基准股指指中间剔除 对整个油的板块都不太好 认为波动性太大 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回报 对某些油股 大家想想 是否主权基金要执位 这可能是一些景奥 当然大家应该知道 今年能源尤其是下半年到 油价上来的确令大家有很多同景 甚至乎大家看到 又多了美国出现欠饭吃 但只是今星期大家应该发现 有两个不同意见 油早那边说明年有机会的需求会增加 但美国那边是否想倒米 特朗普在大陆签能源协议 他那边说明年应该会产能过成 要跌5% 还要年头已经到 但最近油价上落得比较多 昨天有些指了跌 因为年跌了几天 特朗普回美国之后好像震过了震脚 但这次消息是否已到要调整的阶段 大家会知道现在有钱是否生痕 沙特埃法那边说 现在好像黄署没有事 又说国王没有辞职 但又看到俄罗斯那边说未必会继续冻产协议 今个月月尾是OPEC会议 大家要看究竟是否价格上落 大家觉得已经稳定了 而真的有机会去到明年三月便停止了 所谓冻产协议 这也要和大家说多一个问题 我们所知以往做的冻产协议 通常是一年不够 未试过超过两年 今次如果不延期 这是惯例 但是否要再延期 油价已经稳定了 是否一定要再冻 今次检讨和六月检讨很不同 六月就算是不行 继续拉长 但现在检讨不是可以了 是否要停 大家想为何对油市预期有大落差 没错 也说了沙特的反腐风云 继续上演 很多王子被人打了 现在沙特当局会和被捕的王子 谈一些交易 可以给钱买回你的自由 如果你实际上70%的个人财富 我们又放回你 第一件事 我在道德问题想问你 拉他当时是贪污 但现在你叫他们贪污 是 你拉我说我贪污 但现在你肯搅蟹便可以放你走 即是违反司法 不用查 沙特今次的政变问题 的确大家觉得有些事情反复了 之前拉完国王 亲王说会退位 但现在又说他蒙退 可能是有些角力 但这里要提醒大家 分兰哪个主元基金要缩 大家要小心 拉罗王子其中一位 是大家最著名的相当厉害的投资专家 亦被捕了 中东巴菲特 大家要小心 会否代表这件事是否不能解决 而导致主元基金要退回 例如他现在要搞财金 是否要退 他持有很多台湾或新加坡 甚至亚洲区某些大公司 他持有股份 会否突然之间要熟回 而大量出货 令到亚洲股市有些震荡 大家要小心 值得关注 看下来有什么事态发展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下周一同时间和大家见面